今天我們帶來這台LP700 Aventador 5秒就不知道口唇到了 阿俊你有沒有覺得今天台中有聞到什麼特別的味道 什麼味道嗎 錢的味道 哇靠 回頭 嗨 歡迎回到MH99 今天我們帶來這台LP700 Aventador 它其實真的很酷喔 全球50道的LB Performance的套件 LB LB Performance 你幹嘛你又想要Cue我 我跟你講阿全喔 他媽的沒有他真的是不會吃螺絲啦 那你自己拍 今天就是介紹這一台LP700 那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大牛 其實呢這台車當初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因為我跟趙虹車業的老闆本身就是 就算認識啊 我的榮幸 然後反正後來呢就是 在他的走音啊在他的IG上 發了一台大牛 我想說 哇操 這什麼鬼啊 這是 可以出現在市區的嗎 這不用付錢就能看的東西嗎 然後呢 我就跟阿俊說啊不然拍一下 我覺得這很屌耶 很屌 拍一下拍一下 真的很屌 然後今天呢我們就來介紹這一台 目前它是改了只有50套 因為它這個50套是全部連葉子板 前後葉子板都做更換 因為畢竟大牛這個車啊是單體車廂 所以其實它的板件通通是可以拆卸的 花完後葉子板 所以是不需要去切原本的葉子板 就可以做改這套寬體的動作 對 然後我其實我在看它 很多東西是 造成的老闆呢在改這台車的時候 很多巧思啊 很多小細節的部分 這個細節的部分是 給女生都會說你好細心喔 可是我最喜歡你單手開車的樣子那一種 哈哈哈哈 然後呢 這個細節呢 等一下我們就 一定都會帶到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從這個外觀套件啊 其實LB Performance這一套啊 我覺得它走的是那種GT廠車的味道 嗯 哦真的 其實它這個真的很誇張 我在手機上看 跟其實你直接人到現場看到實車的 我覺得氣勢跟張力 會更好 像它的我們看到的前置物相蓋啊 它這個造型啊 其實是像Puracan的EVO GT3 其實前蓋的造型是一樣的 這個開孔 那一個進氣孔 因為GT3的話那邊是躺水冷的 感覺真的很屌 所以它蠻多細節的 而且其實我覺得這一套啊 它是比較走真的有空力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覺得空力不空力已經不是最主要 開過來的路上啦 激進度絕對爆表的啊 真的 絕對爆表 你不管看到哪裡 因為你都會看到有人拿著手機這樣 真的耶 我相信啦這個是 這個外觀正常都會喜歡 對今天我不認識這台車 我看到的時候我會 喔幹 他媽的寬體大牛 他媽的大牛本身就夠寬了 你知道後輪用多少嗎 355 對已經比原廠才325 然後細節啊 我覺得像它所有的輪弧之間 它都是用鈦爾金螺絲下去鎖 接著我們看到它這個貼膜啊 其實是很有設計巧思的 有點像糖果漆啊 糖果綠的那種感覺 嗯對好看的綠 可是後面啊 帶到後面這裡 其實這個很特別 它並不是黑色 仔細看喔 它是有一種祖母綠的感覺 對 它做這個顏色叫金蔥綠 它的側邊貼了一隻蠻牛 沒錯 幹這個真的超帥的 我相信貼這個的難度啊 一定是高到靠北 因為寬體本身要貼 它就很多那種 你知道 折線的問題 對那個折線啊 腳腳啊 然後這台車就是 你放到每一家貼膜店 大家看到就是 啊這個不要接啦 這個 主要是我覺得 時間成本一定很高 就是你要貼一台車 你這麼多彎腳要分這麼多層 然後 你貼完之後 你還要再上其他logo 它這個都是流色 然後去做出來那個形狀 所以你光那個設計就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你還要打印 你還要貼 就是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去把它弄一塊一塊把它拼完整這樣子 這根本就 不符合正常店家的營業時間成本 所以我覺得 算是真的很用心啦 然後再來是 它的輪框 但是它的輪框呢 是用forge 它算是在 就是你可以在官網上看到很多像LB的 他們發的照片 他們都是用forge的輪框比較多 包含當時LB他們在配合的一些廠家 就你們很常看到 例如說一些GTR 或是一些像C63 或是像什麼車 他們在做寬體套件 或在做什麼套件的時候 他們都會固定跟一些廠家配合 那這一家他們配合的排氣管是 FY的 然後再配上它的氣壓避震 LX 對 LX 它這邊就是技術資源 然後 它們都會有固定配合的廠家 那像有時候它會用什麼Army Tricks啊 有時候會用FY或是什麼 剛剛沿路開過來 我真的覺得 它們12缸真的是 它們有夠香 哇那聲音超好聽的 真的很香 超好聽的 欸阿古為什麼它會有一個5又50 它名字顧問 我就要猜梗 這一套是 贈品的LB喔 它這是全贈品 然後 它是50套 50套 然後它是50套 50套 50套 要不要拍嗎 你要不要拍 這是50套 裡面的第5套 然後這個全世界就總共就50套 它這套整個這樣進進來 其實是 我覺得完整度真的是非常高 喔這套 價值也是驚人啊 對價值驚人 我甚至都不敢問說 這台車 如果要賣的話賣多少錢 就是 無意義的打聽 就聽一聽 喔 算了 而且它這套啊 其實很酷的點 是我覺得它在 原廠的名牌位置那邊 變一塊LB的名牌 對對對 這點真的很酷 而且這台車真的 其實細節真的超級無敵多 它光是配色啊 像它的卡鉗 光是 它為了配它磨料的顏色 對 它把磨料拿去烤漆廠 讓烤漆廠對色對這個磨料的顏色 沒錯 讓它能夠一致 然後包含定做的 Forge的輪框上面的螺絲 它也一樣是用同樣的 帶綠的 對帶綠的 就是它有一個 這種比較整體的感覺 沒錯 其實細節真的很滿 嗯真的 因為其實我說真的 你要在台灣看到大牛這種車 你又要改寬體 然後你又要改得這麼細細 然後這個弄那個弄 幾率0吧 幾乎是0啦 今天如果在我們來拍片的路上 有人遇到這台車真的是算你好運 對沒錯 真的 它排氣管的部分啊 它好像剛剛聽車主講是全斷的FI 這台車畢竟平常也不開出門 可能和朋友聚會啊 參加什麼重要活動 可能才移出去嗎 對啦 這是那種開幕啦 或是 自己睡不著的時候 哈哈 講話 不行不行不行 跑跑山啦 或是你去 例如說開婚車啊 或是幹嘛的 對 才會比較會出來 今天是特別 讓我們出來介紹這台車 然後你看它的後下 其實這個 我覺得它的後Diffuser 包含 它的這個寬體出來的這一段 這超扯耶 很漂亮 很兇啊 真的這個超扯耶 這個整個屁股看起來就是 視覺張力感很滿 嗯很滿 我剛在做的時候 我覺得它那個 可能是因為它氣壓避震的關係 因為它老闆說 其實它自己感覺起來 就是它那個避震就是會 你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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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動動動 哦 那個帥必須要付出代價 呵呵呵 就是不是很舒服 它唯翼很典 唯翼的話是 在這個套件它附下來的話 是一支 俄錦式的唯翼 其實現在俄錦式唯翼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趨勢 而且你的尾翼還有一個好處 它其實跟提供的下力會更好 哦真的嗎 他們的獎法 不過這一支真的 我覺得一概是有用 因為我看它的角度 什麼其實都有做出來 對角度是滿大的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啊 尾試管這邊呢 FY做這個鍍金的 哦靠 真的很燒耶 這個燒度直接 我覺得已經到達 爆表的速度了 真的 就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速車 單純配一個這個東西 它會顯得突兀 如果你這台車本身就很誇張 很囂張 然後很暴力 然後你配一個這個東西 它就是那個暴走感加倍 真的很完美 我覺得這個配的感覺 整理感 超帥的 真的 有夠屌 然後它包含它的套件啊 有一些像是進氣口 這東西也是後改的 對 可是它這個進氣口啊 就不是LB裡面附的東西了 對 這個單純是 我們老闆就是比較 口袋比較深 對口袋比較深 它今天就是屬於台幣戰士玩家 雙手插口袋 就把這東西改下去了 這個東西啊 是LP750的進氣口 不是700的 700原本不是長這樣子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用很多細節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在 整體車身上 也有加分不少效果 我覺得真的有更加分的感覺 Vendoro給我的感覺 它一直都有一種那種 蝙蝠車 戰鬥機的那種線條感 哦對對對 它就是一台很囂張的車啊 我覺得改成這樣 就真的很囂張 就是走路可以 可以亂走一通 好適合它喔 你看它這個走路的姿勢 對對對 再加上它手拿著這個鑰匙 來來來來 你看這個 那個我們感謝 趙宏國際的老闆 那我們今天 剛好老闆 欸沒有 不是說剛好老闆在現場 就是這個車我們也不敢開 哈哈哈哈 欸因為它太貴了 我們就請老闆進來 然後跟我們聊一下 欸欸欸 那是緊張 哈哈哈哈 是不是緊張 會不會 因為我本身比較害羞一點 哪裡害羞 他都跳出來嗎 根本沒有 老闆是不是見過 趙宏的老闆啊 真的是超級 人超nice 欸欸還你還你 沒有沒有 剛剛沒有很囂張啦 哈哈哈哈 老闆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 沒錯肯定的 那我問一下喔 為什麼 當初會買這台寬體大牛 這個是有故事的 我先猜 是不是因為已經看不起其他的車 哎呀 他沒有反駁 不能講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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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了 其實這台車齁 這台車跟我的緣分很深 嗯 這台車大概四年前是我朋友的 是 所以他這台車四年前打招的時候 我就有參與到 然後 應援機會之下 在四年後他又回到我的手上 嗯 我當初覺得說 不是應該把他留著嗎 他都回來了 對這種緣分 這個就像馬子一樣的 對不對 一個四年前離開的馬子 他又回來你絕對要不要留 如果他那麼正的話 如果很正的話啦 如果很正的話可以 我剛剛原本要接好馬不知為頭草 但是 就是突然突然他這樣講 我想說 如果說 這個能不能講 他就是那種又高 又要又細 腿又長 哎呀 那 那必須吧 那必須 不能這樣 不是啦 因為他剛剛說 這個本來是他朋友的 然後就變成這樣 欸 欸 那個不是 卡到卡到卡到 不行 倒得獻 倒得獻 因為我有參與到 而且就有感情 有感情 因為這還是等於打造的過程 老闆你都親自開在眼裡 對對對 然後烤雞啊什麼 當時就是 我有去經手到 然後 而且他很特別是 你們剛好介紹到 他是全球五十套 對 的第五套對不對 對 然後我生日是五月 所以說 然後剛好在今年的四月底 又出現在我的面前 那我就想說 就順這個天意 然後把它變成我今年的生日禮物 然後剛好是五十套的第五套 然後我生日是五月 就把他 乾脆就把他留著了 哇塞 老天爺要叫你留著他 我覺得這是一個天意 不留著好像是不太行 睡不太早 對 然後想說那都趕快存錢 然後把他買下來 然後我當時就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存錢 好那我要開始存錢 然後我就 所以叫起來 欸有啦 沒有他五秒就不知道 好存到的 我好像 他就是開玩笑的 我是開玩笑的 太爽啦 我太爽啦 不要 Quin Yasu 開玩笑 我本來 我本來要講那一種 最招侍你以前有用 可是 不是這個金額 對對對不是這個金額 我以前可能是 所有的擺 influen 講什麼那種都還可以就是 好黑喔 什麼擋住我 啊 你的手骨 哇操媽的咧 過出 他比我更拽啊 突然有一種主場被人家 幹翻了 那算你很 所以我想說既然就回來 就開始把它打造成一台自己 理想中的樣子 你們剛剛稍微注意到的細節 像牛的一個彩繪然後漸層 然後顏色的配色卡鉗配色 旅圈訂製所有都是我自己去 跟設計師去討論 對對對 反正基本上就是覺得說 它都回來了它都必須要是一個完美的 然後是一個屬於自己喜歡的樣子 對啦 其實我覺得光是擁有這個東西喔 就是改車真的就是這樣 它就是車主個性的延展 一種精神 說得好 一種精神 這就代表你今天這台車 你把它改的有多完整 就代表你口袋有多深 就代表 好 車主有多愛這台車 對對對 這是感情 在台灣把超跑拿來這樣子改的人 真的是少之又少 不光是在路上 它甚至是在我覺得 你從重超跑裡面 你都可以一眼看到它 台灣玩超跑的車主 的確是比較不喜歡再改裝 頂多就是改排氣管 對 大概我看到這樣 但我覺得蠻可惜 你看像日本那邊 你看每一台牛阿麻的 都是重度的 台灣如果會有這種這樣子的風氣 我覺得會更棒 我覺得台灣感覺都是 大家喜歡換車開 就是換車頻率很高 那就變成改裝是算賠的 所以很多人其實會 不願意下血本去把這東西 即便他覺得很帥 但是他不願意去改 因為賣的時候變嫁裝了 賣的時候變嫁裝 沒錯 可是其實你在日本流通的這些東西 改裝是可以算錢的 因為在日本它其實很多東西 你只要懂得欣賞的人 你只要開這個價格 他們還是會願意去 對 他不然這樣要駕上去 沒錯 那台灣人就比較覺得說 就是你要付給我 台灣比較難 我們剛剛在快速道路上阿 真的你們提到日本 真的有一種 在日本看到車的感覺 真的 因為這個在台灣 好帥喔 我說真的喔 今天又不是我剛好認識老闆 不然我這一輩子都看不見這種車 真的 這太扯了 這有夠誇張的喔 我們可能沒辦法當第一 但是我們要當唯一嘛 至少現在是台灣唯一嘛 對 真的是台灣唯一 確定唯一了啦 這不可能在第二台 對啊 買這車還要把它弄成這樣 你光是一台車 要擺在那邊這麼久都不能開阿 我覺得就很多人不能接受 沒錯 現在在慢慢的再把它升級中 就是把它原本的 然後再加一些我想要的元素上去 然後再慢慢的把它升級 升級升級 還要再升級 還有一些套件 就是持續陸續會到 要繼續把它升級 就像我們剛剛到 趙虹國際老闆店裡的時候 我們有聽老闆講 欸老闆你才去 剛剛掃描完你的車頭嗎 對對對 喔還有要做新的開發的套件 就是把它再加一些元素上去這樣 喔 昨天才去把它掃完 車頭做一個3D 然後再看看能再加一些 怎麼更誇張的 喔最近很誇張 所以你看改裝就是這樣 會想要營造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的點 對 超越 對而且它是在LB的基礎上 再去增加自己的風格 它就不會 就起碼你在這50套裡面 你不會更 又變唯一了 對你又不會更其他50套 又是唯一了 又是唯一了 民宿存在然後再把它往上再加一點 我覺得這一點超酷 這一點超酷 對這個就是改裝精神 今天就算你開的是一台Civic 也可以這樣做啊 對 它就是一個你改裝 玩車的精神 對態度 沒錯態度很重要 今天那個等級 等級有點幹話 我也是從西梅玩上來的 喔 真的 我以前西梅 西梅K6 K8 從單突然後雙突 合體渦輪 IMPRESA 然後一路這樣子BMW 然後這樣子 玩上來 真的喔 對慢慢上來的 我以前是玩西梅上來 看來也是過來人啊 對 我也喜歡日系車的感覺 喔 對對對 一路晚上來的 他把義大利蠻牛 當日系車改的 哈哈哈 對 玩車都是有階段的啦 階段的 我們是這樣愛改車的 真的你現在看這個影片 你可能 還不是開超跑 或不是開 你心目中最猛的改裝車 可是你可能三年後看這個影片 你已經開超跑 或是你已經開你喜歡的車了 真的它是一個階段 我覺得不要羨慕人家 雖然我很羨慕老闆 但是 哈哈哈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真的 就是 人要有夢啦 有夢去努力去賺錢 去實現你想要的藍圖 什麼的 來囉畫大餅喔 哈哈哈 人家有夢 人家可以開超跑 畫大餅 先發瘋 想成功 先發瘋 武力前上前衝 哈哈哈 那我們剛剛有露介紹到什麼部分嗎 我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這個牛真的是 廢了我們很大的現實 這個牛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因為牛其實大牛 特別大牛 它零零腳腳超多 其實你要從側面 看起來是完整的圖不容易 真的 這是貼模拒絕戶 我後來另外一台 458 Spyber 可能接下來也會再做另外一套 先把套件先改完 然後再來換設 到時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超酷的 超酷的 那可以問一下這台原份 如果要賣的話會賣多少錢 我們談遠不談錢 多少圓 還沒這樣想過 不過基本上就是 你知道就是等到想要賣它的時候 我們再來談這個原份 等一下要有多三角 沒有要透露一下 目前還是在我們心目中 還是在最深處的 沒關係有喜歡這個車的 歡迎去造成國際 直接找老闆好好聊聊 沒有買不到的車只有加不夠錢 今天4千萬賣嗎 賣賣賣賣賣賣 馬上馬上 賀騰交 4千萬欸 賣了賣了 好要鎖完蛋 我不要亂來 好啦 那這集我們就特別感謝 赵宏車一夜的老闆 借我們這台車 跟我們聊一下這台車的 改裝過程跟他的心路歷程 我這個分享我覺得超棒的 當然如果有喜歡各式超跑 譬如說現在當紅的GD3或什麼的 赵宏國際都有很漂亮的車 我可以去赵宏國際走走看看 他們超有權的 沒有 好啦 那這集就到這邊囉 喜歡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如果你們還有想看什麼車可以在底下留言 OK 掰掰 嗨 各位 我們禮拜天STS就在利寶 我們有參加GR版的Challenge的比賽 我們現在來做賽前的整備 我們來做賽前的整備